今年耶誕節 波多里哥居民可不好過 黑漆漆一片 日用照明都不足 更不用說擺上耗電的燈飾 每屬波多里哥三個月前受瑪利亞颶風重創 全島停電 到現在電力也沒有完全恢復 居民勉強用發電機和電池供電 根據當地電電公司 目前產能只有原本的七成 統計到12月11日 全島330萬人 大約一半人處在斷電狀態 美國工兵部隊則說 至少要等到明年5月才能全島供電 少了電力 生活全被打亂 居民得排上好幾小時領取物資 依賴瓶裝水和罐頭食品 徒實地度過今年耶誕節 雖然有所不滿 許多人還是樂觀以對 我們經常看著夏日更多的服務 我們經常看著夏日 比一日快樂 我們經常祝福生生 祝福那樣好 祖父親好 我女兒描畫一畫 她說會被扒在臉上 讓聖子讓她可以讓祖父送給她 少的奢華浪費 化耶誕精神為樸實的美 以正念熬過漫長重建路 大家新聞 留人好 編譯